大家好,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发生了一点外交纠纷,是因为新疆问题 土耳其在新疆问题上之前一直是谨言慎行的,目前土耳其也出来了 出来在新疆问题上批评中国 特别是周二的时候,土耳其召见了中国驻安卡拉大使 这个事的起因,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周二,上周二,中国大使批驳了土耳其反对党 反对党,也就是好党,大家可能知道好党 我之前做过纳卡战争的时候,我做过一期节目 里边提到过土耳其的好党 纳卡战争结束以后,土耳其的好党领袖 这个领袖,我给你讲一下 叫阿克谢纳,土耳其右翼反对党 他曾经发推文在纳卡战争之后 现在是什么,突厥联盟嘛 现在是纳卡,后面就是新疆 他说我们下一公路边险新疆 他呢,其实土耳其像这种右翼反对党 对中国新疆事务一直是非常关心 甚至突厥联盟建了一个突厥走廊 直接从现在土耳其到达中国新疆腹地 突厥联盟 那么周二的时候 这个土耳其右翼政党好党 他的主席阿克谢纳 还有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市长 叫曼苏尔亚瓦什 这两个土耳其政治人物 共同发了一个推文 纪念1990年4月5号到4月6号 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兹勒苏 克尔克兹自治州阿克陶县 八人乡的武装暴动 他们纪念武装暴动 他们指那是北京对吾尔沃尔人的一场屠杀 紧接着中国大使馆在推文 批评两人 一定要批评两人 中国大使馆发了 称中国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任何个人或权利 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挑战 中方保留做出正当回应的权利 就这么一个事件经过 这个事件 中国发完这个推文以后 土耳其的外交部就召见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 所以这个事就上升到外交事件 紧接着阿克歇纳女士 也就是这个土耳其好党的 他这个主席 又又一的 他又发推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关在牢狱中的我们的兄弟 面对他们继续遭受镇压 我们不会沉默 东土耳其斯坦有一天肯定会获得自由 你可以看他是极端支持这个东突 极端支持分裂中国的 中国大使馆也发推文反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一个国际公认的无可争辩的事实 大家可以看 这个事也就反映出来 土耳其现在国内 土耳其现在国内 因为新疆问题有两种声音 一种是合作的 与中国要合作 包括土耳其的现在埃尔多安 另外一种像土耳其反对党 像土耳其的反对党 非常激进 纳卡战争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联军胜利以后 给他们兴奋的 大家都没有关注 我是纳卡战争 我是一直在做 去年纳卡战争 老观众都看了 互联网就我一个 中文自媒体就我在做 所以我这说地缘政治 我能跟你说的通 为啥 这些东西我是经常能看 经常也关注 里边有很多事 能跟你说懂 纳卡战争结束以后 就是土耳其好党 就这个好党 直接就发推文 下一个就是新疆 你看明白了吧 突厥走廊建成了 直接从土耳其通过这个纳卡战争 是胜利 有一条走廊 可以什么 不用检查 不用通过边境检查 直接我枪啊 人啊 通过阿塞拜疆 巴库 上船 直接到哪了 到哈萨克 到哈萨克斯坦 从哈萨克斯坦离海嘛 然后就到哈萨克斯坦 后面去新疆 你看看一个 一个什么 这就是一个突厥走廊啊 我当时做的节目 老观众都听过吧 你看现代这个好党 针对新疆问题 就是想分裂你中国 什么意思 东突厥斯坦 早晚有一天要自由啊 你不就想独立吗 分裂中国吗 那中国能干吗 而你看土耳其内部呢 也有不同的声音 土耳其也有跟中国 要搞关系 搞好关系 所以这一次呢 我觉得针对中国大使馆 这个事呢 是给土耳其国内人看的 警告中国大使馆 土耳其政府呢 他也是两方下注 并不想得罪国内 这个激进的 他这种反对党 或者右翼 就是突厥势力 突厥的这种民族主义 但是他也希望和中国合作 土耳其和中国啊 这个合作呢 我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知道 王毅去中东的时候啊 曾经会见过阿尔多安 那么中国和土耳其两国 是互利 互利共存 那在安卡拉的时候啊 这个 阿尔多安曾经提出来啊 发展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 并且准备与中国 进行更紧密的交流和接触 所以可以看 阿尔多安呢 他更想跟中国保持一种沟通 因为阿尔多安他考虑的 他有执政嘛 他要考虑土耳其整体的 那随着中国呢 在中东推动自身的利益啊 土耳其对中国外交的重要性 也日益提升 中国也希望和土耳其 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合作 也并不想想跟土耳其的关系搞僵 所以你看 现在中国和土耳其关系微妙就在这 土耳其和中国都想把跟啊 跟对方搞好关系 但是中国新疆啊 维吾尔这个问题呢 那大家又都不能回避 所以有时候就发现这一点啊 大家看土耳其问题 怎么土耳其老是是吧 挖中国墙角 搞什么独立啊 僵毒啊 然后中国跟土耳其的关系 还越来越紧密 这是搞不明白 其实大家得分开看 就是土耳其政府和土耳其的这个民间啊 在野党 它不是一回事 那中国和土耳其作为两大新兴经济体啊 双方对于整个国际关系 民主化多边化有着共同的诉求 那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啊 对中国而言的 土耳其实际上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中东地区 土耳其属于智力比较成功的一个国家 大家去中东看 土耳其相对来说是中东国家里边啊 治理的很好的啊 相对国力 你包括在中东国家啊 伊斯兰国家里 土耳其还是啊 处于这个伊斯兰国家里边 比较领先位置 所以王毅外长在会晤中也就治国理政交流经验 在经贸方面呢 土耳其的中东也发挥了不小作用啊 中国无疑是心有兴趣的这方面 与土耳其加强合作啊 利用土耳其在中东地区 可以进行更好的合作 而且考虑到土耳其和欧盟特殊关系 中国通过土耳其与欧盟展开一些经贸往来 或其他领域的合作 那这是中方看重土耳其的一个原因 最近呢 我给大家举例子啊 西安到伊斯坦布尔的航线 获得这个批准开通了 坐飞机从西安直接可以飞到伊斯坦布尔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和伊斯坦布尔 那这是一个重要的枢纽意义 土耳其旅游产品呢 也是啊 在中国受到欢迎 大家也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个 到伊斯坦布尔旅游的这种广告宣传 所以中国和土耳其的合作还是多方面 那虽然过去呢 中土双面帽逆差不大平衡 但是近两年发展还是比较好 土耳其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也在日益增加 特别是今年啊 恰逢中土建交50周年 当前土耳其在外交上 激起表现的行为特点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如果土耳其希望在国际事务上 发出更多自己的声音 无极也需要与中国展开密切的合作 无论是区域啊 区域局势还是国际局势 那双方合作的前景都非常广阔 那土耳其也需要利用中国啊 在国际上做一些事情 所以王毅啊 谈到了什么5G 人工智能 大数据啊 电子领域 包括高铁 航空等领域 都是合作方向 大家也知道 土耳其最近的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的危机 中国外长王毅呢 也建议共同摆脱这些困难 他向土耳其啊 保证 中国将鼓励中国公司 进口土耳其优质产品 并增加对土耳其的投资 双方还指出啊 他们有兴趣不断促进大型联合项目上合作 中土国际陆运客运协议也证实了作用 有望对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 所以可以看到啊 中欧班列 土耳其的货物能力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市场 实际上呢 这是土耳其非常看重的一点 那对于改善中国和土耳其贸易逆差作用法也是巨大的 之前啊 中国和土耳其的贸易关系 一大障碍就是贸易的逆差 这项协议能够让土耳其看到 中方在推动改善贸易逆差方面 是在有实际行动的 那与王毅会谈中啊 土耳其总统啊 表示希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 并以本国货币结算 记录土耳其也希望摆脱美元的啊 这种霸权 土耳其计划还包括中间走廊国家项目 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联合起来 深化投资合作 未来呢 在航天领域 土耳其和中国也有合作 那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呢 在经贸方面啊 中国和土耳其开展避开美元的合作 这个前景也是非常广的 美国目前对土耳其造成影响 可能到目前已经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 整个国际格局 土耳其和美国各自的发展 以及土耳其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判断有关 当前土耳其更加愿意发展多边外交 就是不像以前啊 光依靠美国单边外交 现在他更愿意除美国以外 跟俄罗斯 你看土耳其和俄罗斯也发展 和中国也发展多边外交 把自己视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行为体 在经济啊 外交相对独立 并积极发声 做出更多努力 所以这个趋势是明显 阿尔多安现在不光依靠美国 所以你看中国和土耳其未来的方向 还是合作更多 那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啊 土耳其之前并没有跳出来啊 并没有跳出来 针对新疆人权问题 对中国说三道四啊 那王毅到访了中东啊 也是会见了土耳其相关的啊 相关的重要的政治人物吧 比如说土耳其外交大臣啊 梅夫鲁特卡乌索哥索奥卢 当时呢指出涉疆问题 实质是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 他表示希望土耳其方面 在涉华主要利益 以及引发北京高度关注的问题上 继续对中国予以理解和支持 所以土耳其你看从外交部啊 外交方面到啊 土耳其的高层 其实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并没有发难 这个你看吧 甚至没有土耳其维吾尔人 没有这个突厥维吾尔人的 欧洲国家反而对中国发难 直接制裁 而土耳其和中国还是合作 我刚才讲的那些合作 你也看出来是土耳其 他也需要中国 中国呢也需要土耳其 所以双方这个合作还在 所以在新疆这个问题上 双方就把这分歧放下了 土耳其啊 土耳其方面呢也向北京保证啊 安卡拉将不参与任何反华行动 也不允许其在领土上 针对中国的恐怖行动 所以可以看啊 这个推特上的互相骂战啊 或者推特上反对党领袖 和中国大使之间这种对抗啊 还是在可控范围内 只是表达各自的立场啊 但是土耳其绝对不会支持 新疆这种暴力 针对中国人的暴力恐怖行动 这个土耳其政府已经保证了 绝对没有行动 语言表达看法 他把它归类为言论自由 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 你们也听好 土耳其政府向中国保证 说在言论上可以给你们言论自由 想说什么说什么 但行动上 土耳其政府是不会支持你 我希望新疆那边也听懂 就是你觉得土耳其会支持你啊 但是土耳其自身也需要 在国际上发展 因为土耳其二端是世俗化的 世俗化的政府并没有像这种伊斯兰国 以教义 以民族极端的民族主义 为他自己的执政纲领 他一定是为土耳其利益着想的 他一定要与中国合作 合作的方面我跟他也讲了 很多方面都要合作 而且土耳其和中国又贸易逆差 加快与中国的合作能改变土耳其 现在的贸易逆差状态 土耳其对土耳其多有利 而中国也是积极的需要土耳其合作 来在中东发挥影响力 所以你看这双方都需要合作 那你说在这种合作气氛下 你土耳其政府会帮助你们这些新疆 维吾尔人搞一些破坏中国的行为吗 不会 所以最多就召见一下大使 表达一些关切 然后表达一下立场 收买一下人心 让你们这些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子 支持我这些反对党就拉倒了 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行为吗 土耳其针对中国制裁 你不是做梦吗 不会的 而且未来可能要去美元化 更需要另一种货币支撑 啥现在看 人民币啊 就是你们这帮新疆维吾尔人 最看不起的人民币啊 之前我记得 那把人民币嗤之一鼻啊 我就要土耳其里拉 不要人民币 现在怎么样 土耳其里拉跌了吧 还不如人民币值钱 是不是历史很搞笑啊 历史有时候对你来说很搞笑 你当初把北 把中国啊 北京上海房子卖了 跑到土耳其 蓝色土耳其去买了别墅 结果现在呢 你的别墅可能也不值钱了 你的汇率一下子 也不如人民币值钱了 一下两边都跌了 选择土耳其 我上次去土耳其啊 这个我告诉大家 我最大一点啊 就是我我十年前去土耳其 吃的同样的餐 还是那家饭馆 当时我花的钱非常多啊 上百块钱 上百块钱 我给你举例子吧 大约是相当于 两百块钱吃顿饭 我17年16年都去过土耳其 那个时候去土耳其呢 同一家餐馆 我换成人民币花的钱 相当于一百多块钱 就是你看啊 就是土耳其这个李拉 十几年前和现在 只能于跌了一倍 跌了一倍 那等于说什么 人民币购买力在土耳其增长 就这个道理 中国呢 未来对土耳其来说很重要的 我希望在土耳其的 咱们这些穆斯林啊 或者维吾尔族啊 放下自己现在想的一切 要什么建国呀 这种不切实际的 库尔德人 两千多万 三千多万库尔德人 都没建国 要建国需要打仗的 要推翻整个现在地缘政治的 你建国 问问俄罗斯同不同意 问问哈萨克斯坦同不同意 你建国人 哈萨克斯坦也会反对你的 哈萨克斯坦的边境 也会产生威胁的 土耳其同意有什么用啊 放下这些想法 放下这些不切实际的 这都是妄想 好好过你的日子 中国发展的很好 人民币不断的升值 人民币 中国的经济未来越来越好 赶紧把里拉换成人民币 跟着中国一块发展 这才是聪明人 你搞什么政治呢 你真能建国吗 库尔德人能不能建国 你看看 库尔德先建国 现在乱不乱 中东 中东乱不乱 这么乱 库尔德人建国了吗 就你们要建国 另外在土耳其的 你们千万千别搞事情 因为土耳其政府向中国承诺了 你只要搞一些事情 真正搞行动 你说没事 你搞行动 土耳其政府会收拾你的 想清楚 别犯傻 土耳其政府都会把你先消灭的 土耳其不会让自己的领土内 针对中国人 针对中国 搞分裂行为的 你搞行为不行 你说可以 表达你看法可以 那光说有什么用呢 你还不如就挣点钱 挣人民币呢 跟着中国一块发展 这都是好话 如果你连好赖话都听不懂的话 我也没办法 希望你这一生能过得幸福